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哈豆浦2.x 热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今天给大家讲解第二章哈豆浦应用案例 我们回忆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 上节课讲到哈豆浦产生背景 谷歌面的难题,纳尺面的问题跟谷歌是一样的 因为纳尺和谷歌都是一个搜索引擎 那么谷歌遇到什么问题呢 大量网页如何存储 还有PageRank问题 PageRank的意思是网页的质量排名 因为通过搜索算法才能将用户的网页展示出来 那么这个网页的质量好不好呢 是通过PageRank这种算法算出来 那基于这个计算 谷歌采用了它内部的一个新的一个计算 当然以前是使用MapReduce实现的 好,那么哈豆浦的产生 也是依托于谷歌的关键技术和思想 一个是GFS MapReduce BigTable 那么GFS对应哈豆浦的 HDFS MapReduce对应哈豆浦的 MapReduce 好 那BigTable对应的哈豆浦的HBase 我们看一下谁在用哈豆浦呢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研究院都在使用 那我有现在电信呢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用户的套餐 分析用户的套餐 当用户套餐不足时做一个提醒 我相信好多人已经收到过此类短信 就是说你套餐用完了 他会推荐你使用新的套餐订购 英特研究院 金山软件 百度 他们都在使用哈豆浦 腾讯新浪 搜狐 尖东 去哪 七虎360 58同城 默默 阿里巴巴 默默 阿里巴巴 都在使用哈豆浦 那国外的IBM Facebook 还有亚马逊 雅虎 等等都在使用 那么其他公司使用吗 目前来看 大多数公司都在使用 包括很多创业公司 甚至很多创业公司打的旗号 就是以大数据处理 一种计算平台 好 大数据的来临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一分钟之内呢 互联网发生了些什么 此图可以看到有很多数据 那一分钟内呢 YouTube增加72小时的视频 谷歌呢 进行了两万次的搜索 每分钟呢 新增571个网站 每分钟呢 发邮件是2.04亿分 TinkedIn呢 只为搜索有1.1万次 还有这个分享照片 10.4万 推特呢 发这个Twins呢 2.78万字 那还有照片浏览 就有 2000万 还有Skype通话呢 140万分钟 Facebook呢 增加350GB的数据 增180个赞 每秒增加新铁呢 是4.1万 可见这个数据是非常巨大的 这里面只是一分钟 那么一个小时是60分钟 乘以60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一天呢 再乘以24小时 对吧 这个数据是非常大 好 那BigDate 大数据 真的来了 我们看一下 Hadoop在 淘宝中的应用 淘宝的数据规模也非常巨大 那每日新增数据呢 有20T 累计数据呢 有14个P 接近有1万多台的服务器 作为永续算的平台 每天处理呢 10万家的作业 包含 100家的新增作业任务 那每天处理1P 加的数据 包括0.5%的新增数据 可见这个数据量是很大的 那这些计算呢 都是在Hadoop上进行的 我们再看一下 那双11 571亿的背后 开源技术哪些呢 其实也是在基于大数据的领域 双11呢 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购物狂欢节 那支付宝的核心数据库 其群呢 处理了41亿的事物 执行了285亿亿次的Sircle 访问了193亿亿次的内存数据块 还有13亿个物理独 生成15TB的日质 这个数据是非常巨大的 那淘宝数据平台的产品架构 它的需求也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淘数据 还有一些继续查询了 数据分析了 数据挖掘 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产品 那么在这个应用的地层 那都是用Hadoop Hadoop的MapReduce作为计算 它的这个地层存储是HDFS 还有一些数据仓库 还有一些实时查询的一些HBase 还有一些实时计算 比如说这里面有Stand 配Spark等等的 好 那Hadoop在淘宝的整体架构呢 是这样子 它有这个日制系统 还有爬虫系统 那这个从除引擎 也不用想 那肯定是使用的是Hadoop 淘宝的用梯呢 也是基于Hadoop构建的 那淘宝的这些很多这个照布呀 还有Hive照布呀 都是跑在了Hadoop之上 那淘宝的数据平台 搜索 广告 BI 支付宝 口碑 B2B 还有这个推荐系统 淘数据 量子统计 数据模方 这都是非常经典的 阿里巴巴的一些应用 都非常经典 都是基于Hadoop构建的 因为淘宝的数据是非常巨大的 好 我们看一下 Hadoop在暴风影音中的应用 它每天处理日制呢 1.2T 有20亿亿行 这个数据是非常巨大 那 重处设计容量有200个TB 对外提供产品分析 广告分析 用户分析 等服务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应用了 在这个Hadoop的使用中 使用处理日制是每个公司 甚至互联网公司使用的一个比较多的手段 因为我们去分析用户的行为呢 几乎都在日制里面 好 每天处理的任务呢 上千个招 可见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巨大 那Hadoop在百度和360中的应用 为什么百度跟360放一起呢 我不是故意的啊 因为百度呢 和360 它有很多相似的业务 比如说百度有搜索 360也有 然后百度有图片 360也有 然后还有地图 他们都有 那么还有这个广告 他们都是有的 那么日制的存储和统计 还有这个网页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都是基于Hadoop 那底层的存储呢 那也不用说 商业分析 如用户行为啊 广告关注度啊 等等 还有在线数据的反馈 以及得到在线广告点击率的 这些情况 还有用户网页的分类 因为百度有百度搜索 那么360有好搜 对吧 他们都是搜索引擎 所以他们这个数据是非常大的 分析用户的推荐度 及用户之间的关联度 就是说你经常会用到一些应用 就是说你下载了一个东西 他会给你推荐一个相似的人 或者是他也下载这个应用 或者相似一个应用 这个就是相似 用户的相似度和这个 还有这个应用的相似度 这样的话就建立了一个关联 那用户可能就会下载新的一个应用 好 说了这么多 那其实 Hardop的应用呢 远远不在于那些小小的范围 实际上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它覆盖这种搜索 社交 游戏 视频 电信 医疗 交通 公安 那说的这些呢 就是几乎就是一些政府部门 在做大数据 那这电信里面就代表着这个三大运营商 比如说 移动 电通 电信 他们都在做自己的大数据 那搜索更不用说 只要是 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搜索公司 都是在使用Hardop 社交 比如说新浪微博 那也是在做 那游戏 比如说网易游戏 盛大都在做 搜狐 比如说那个搜狐视频 嗯 爱奇艺 他们都要做用户的一些数据分析 那这些都是用Hardop做的 那我会在下一节课中呢 展开看一下 哪些公司在找Hardop的工程师 这就是Hardop的未来 对吧 好 那在航空领域 也会对一些分析 比如说WiFi 对吧 电力系统 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那比最近比较火爆的 这一年火爆比较金融 互联网金融来了 那各种地产产品 也是需要去进行分析的 那今天就是主要讲了一些应用 那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呢 在大数据的应用中 Hardop不是首选平台 那么他解决的问题就是 海量数据总处分布式 还有这种分布式的计算 还有一些分析 还有挖掘 那这些都至关重要的 他代表着企业的这种 利益 甚至说是一个前景 如果你现在错过了大数据 那么你后续可能就没有竞争力 所以12345缺一不可 我会在剩下章节中 讲解更多的内容 那我所在公司360 那他所在的这个很多应用 都是基于Hardop构建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